我知道金庸先生 其实对你们这一版 神雕侠侣的评价特别高 我不知道这个金庸先生 有没有当面跟你说过 其实我没有见过他 你没见过 我没见过他 我没见过他 怎么会 曾经其实曾经有朋友 有朋友的朋友说认识 我认识他 问我 你也没想过要去见见老先生 对 问我 你要我要去认识金庸先生 我觉得有点冒昧 他住在我的老话里面 他是一个神样 就 了不了解那个感觉 我明白 明白 他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一个人 你就希望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 我觉得就是 他很厉害 创作了那么多的角色 小农女 王永远 每一本的爱情故事 都很动人 所以我就想 永远放在最高的位置 这个不可理解 就是你演了他的这个角色 然后你们又同在香港 居然没有见过 真的 不可思议 不难理解 除非你去特意去找他 也不会说 在街上碰上 如果在街上碰上 我也不敢去 金庸你好 我是宇荣 我也不敢 如果街上碰到 你会上去 我也不会吗 我也不会不敢 但是有一次 我做反问的时候 他是一个公关的人员 也挺高层的 他都说 悄悄跟你说 给逼你 你肯定会很高兴的 因为他是跟金庸先生 是好朋友 我告诉你 金庸先生曾经跟我说过 他好喜欢你演的小龙女 我说 我好开心 最后李若彤又出演了 金庸先生原著作品 《天龙八部》中的 王雨嫣 再度引起观众的热恋反响 而接下来的热播剧 《阳门女将》 和与周星驰合作的电影 《大内密探零零发》的面试 也不得不可谓是锦上天花之作 你刚才说到这个王雨嫣 去演的时候 你觉得他跟小龙女之间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去演王雨嫣的时候 我很痛苦 我不喜欢他 我觉得王雨嫣 完全没有性格了 不仅又傻又笨又纯 又被人骗 被人骗了还不知道 骗你十几次了还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 明明都摆着跟你说 我不爱你 你还这样子 我觉得真真真笨 那后来杨八妹这个角色 自己喜欢吗 我喜欢 比较傻的 小龙女跟杨宝贝比较像 你看演员都是这样子的 你演完小龙女 演完王雨嫣 两个角色 你就想说 我下一个 我很想演一个 跟这些完全不一样的 我要一些挑战 我需要一些冲击 然后我听到 金国英雄 又会打 又很好强 好吸引 那这个内柔外刚的 这么一个人物的个性 对 然后我就去了 但是去的我就知道辛苦了 哇 头一个月不停地打 你缺乏内敛 要是懦弱怕事 怎么能算是杨家的后人呢 心烦气躁任性妄为 说什么杨家的后人 我们杨家枪 是用来敬恶除尖的 我要敬恶除尖 我们上年得志 散文烂场英雄 我去上年得志 散文烂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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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烂 alan 散文烂 romance 例如旅 散文烂专场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